這些辣味便宜很多 我們可不可以賣貴一點點 但他們不付錢 太便宜了 便宜得太誇張 但你知道網友是多麼混亂的 一元都跟你算的 盡量 香港人是盡量拿著數 拿到盡為止 全部是要付錢 但只要付錢就不付 真的不行 我和鱷魚做了幾年 我開始發現包括旅行團和零售 鱷魚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不肯計成本 搞得我們很難生存 現在我… 你也是投訴 你不這樣算數 他的傢伙連結合都不能結合你 搞不定 你要明白這個世界怎會不合了 大家自己去 大家自己去上網看看 看一下鱷魚的越南旅行團 那間酒店 受你的貴娘 一萬千多 你不要收這個價錢 6800太便宜了 我現在投訴了這麼多次 以後定價的事情不能再被人家弄 定價的事情你弄之後就沒人去 沒所謂的 下水被你弄 其實這個團坦白說實實 沒有8800其實是賺不到錢的 真的不行 真的賺不到錢的 說真的 如果不是連續幾次推薦 讓人家賺口碑 我不會做到這樣 我終於理解為什麼這次的反應這麼強烈 我一計算就很糟糕了 又想要虧錢做得慘了 那你沒辦法吧 不如我不要做吧 交給你搞吧 我去返回大陸 我有空去安排市場 你搞吧 你說成這樣 你做吧 這麼辛苦的事 我真的很想當東西送給你 沒有這麼說 你做吧 我不想接手 最多前面的債我不用你還 之後你想想怎樣出糧 這樣就很糟糕了 這樣就很糟糕了 你做吧 我給你做吧 你糟糕 別說明知道你們這些傢伙 只是拿東西不會給東西的